大家好 我是Samuel 柳sir 今次我們會介紹大調音階 Major Scale 我們會講一下什麼叫做大調音階 以及你會學會13條大調音階 你還會學到如何在15秒之內 就可以寫出任何一條大調音階 我們最後都會一起做網上練習 我們現在開始了 什麼叫做音階呢 音階就是把音根據音高順次再排列 就叫做音階 例如這樣 向上排列我們叫做Ascending 上行的音階 如果這樣 向下排列的我們就叫Descending 下行的音階 什麼叫做大調音階呢 大調音階就是一個按特定的排列方式 排列出來的音階 我們講那個排列方式之前 我們先聽一下大調音階的聲音是怎樣 就是這樣的 其實就是我們平時唱的Do,Re,Mi,Fa,So,T,Do 這八個音階 簡單來說 只要你聽到Do,Re,Mi,Fa,So,T,Do 這個就是大調音階 我剛剛彈的這個大調音階 我剛剛彈的這個大調音階 這次就不像Do,Re,Mi,Fa,So,T,Do 所以就不算是大調音階 不過我試一下改了其中某些音階 現在又變回Do,Re,Mi,Fa,So,T,Do 這次就是大調音階 這次就是大調音階 我剛剛由B音階開始 所以我剛才彈的這個就是B大調音階 這次我又試一下由Db開始 就不像Do,Re,Mi,Fa,So,T,Do 又不像Do,Re,Mi,Fa,So,T,Do 我試一下又改了其中一些音 又變回Do,Re,Mi,Fa,So,T,Do 是一個大調音階 我剛剛由Db開始彈 所以我剛剛彈的那個就叫做Db大調音階 其實你可以在鋼琴上任何一個音階 都可以彈到大調音階 只要你知道那些音的排列方式 你就可以在任何一個音階 都可以彈到大調音階 就是全全半全全全半 那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Do和Re中間 要是全音 Re和Mi中間 都是要全音 Mi和Fa之間要是半音 Fa和So之間要是全音 So和La之間要是全音 La和T之間要是全音 T和Do之間要是半音 那我們現在試一下用C major C大調音階來做例子 就是我剛剛彈的第一個音階 首先我們在讀音上寫C字 然後就順著英文字母的次序 寫出C D E F G A B C 然後我們檢查一下 他們的全音半音的關係 就是要看是否符合上面 Do和Mi和So的要求 C和D 是全音 D和E 是全音 E F 是半音 FG G A 是全音 AB 是全音 B B C B C 是半音 所以我順次再彈一下C D E F G A B C 就會是大調音階的聲音 這個我們就算C大調 C major scale 接着我们就会找出G major,D major,A major,E major,B major,F sharp major 我会做G,D,A三个major scale 然后只剩下E,B,F sharp major就由你自己做的 最后我会给你答案 我们现在开始试试G major 首先我们由G开始 顺序再写出七个英文字母 G,A,B,C,D,E,F,G 我试试弹 你可能会觉得它不像Do,A,Me,F,S,T 因为有些全音半音的关系错了 我们现在检查一下 G到A是全音 A到B是全音 B,C是半音 CD是全音 D,E是全音 E,F E,F不是全音 我们很想要有一个全音在这个位置 我们就要用F sharp 升高了F之后 就会有一个全音在这里出现 F sharp G 就是半音 我现在重新弹多次 G,A,B,C,D,E,F sharp G 你现在就正确地写出了G大调音阶 然后我会做D大调音阶 然后我试试弹 由D开始 好像不像大调音阶 一定是全音半音的关系 不正确 我们现在检查 D,E 是全音 E,F E,F不是全音 那我们就要升高这个F音 将它sharp 变成F sharp 那现在这里就是一个全音的关系 F sharp G 换音正确 G A 全音 A B 全音 B C 咦,这次不是全音 那我们要怎么做呢 就是升高这个C音 将它变成C sharp B C 那我们就有一个全音 在这个位置 C sharp D 又是半音 那现在呢 全音半音关系就正确了 那我弹出来听一下 像不像D,E,F,S,D 先 那现在你就有一个正确的D major scale D大调音阶 那我们继续做A大调音阶 我们由A开始 写出8个顺次序的英文字母 然后检查它们的全音半音关系 对不对 A B 是全音 B C 不是全音 那我们又升高这个C 就会令到它变成全音 C sharp D 半音正确 D E 全音对的 E F 不是全音 我们想要一个全音 在这里 所以我们就用F sharp F sharp G 是半音来的 但我们又想要一个全音 在这个位置 那我们就加一个Sharp 在G 那就变成F sharp G sharp 是全音了 G sharp A 半音是对的 那我们试试弹一次 那你就有一个正确的A major scale A大调音阶 现在只剩下三个Major scale 你就自己试试了 那你现在可以检查一下你的答案 是不是跟我一样 那可能你都会发现 这里的大调音阶 有一个很特别的关系 G major 就有一个声号 D major 就有两个声号 A major 有三个声号 E major 有四个声号 B major 有五个声号 F sharp major 就用了六个声号 最头和最尾的F sharp 我们计算一个声号 那他们升什么音呢 G major 就升F D major 就升F 和C A major 就升F CG E major 就升F CG D B major 就升F CG DA F sharp major 就升F CG DA 好像有些规律 那我们就会用这个规律 去记忆每一个major scale 究竟它有多少个声降号 和需要升什么音 那我现在就会介绍这个记忆的方法 G major 就有一个声号 D major 就有两个声号 A major 就有三个声号 E major 四个声号 B major B major 五个声号 F sharp major 六个声号 那我们用一个口诀呢 去记住这个次载 就是 Go down and eat breakfast 那你可以将 breakfast 分开做两个字 那你只要记得 Go down and eat breakfast 就可以帮你记得 这几个大调音阶有多少个声号 我们一起试一下吧 我想问你 E大调音阶有多少个声号 那你就数 Go down and eat breakfast 看看 数到第几个字 是E 字头 Go down and eat 第四个字 E 是E 那你就会记得 E major有四个声号 我又试一下问你 五个声号 是什么 major scale 那你又试一下数 Go down and eat breakfast 到第五个字 是B字头 那你就会记得 五个声号 就是B major 那除了Go down and eat breakfast 之外呢 我们还会记住 那些声号的次序 就是F C G D A E B 这个很重要的 我说一次之后 你就自己说三次了 F C G D A E B 那这个口诀用来做什么呢 就是帮你记住 那些大调音阶会升什么音 例如 G大调音阶 就是升第一个F音 D大调音阶 两个声号 F C A大调音阶 三个声号 F C G 如此类推 B大调音阶 五个声号 就升F C G D A 那你刚才都已经试过 用數全音半音的方式 去写出 E Major B Major 和F Short Major 这次我就会试试用 刚才我们学的快速的方法 如何可以很快地写出 这三个大调音阶 首先 E Major 很快地順次序地寫出8個英文字幕 E major有多少個聲號呢? Go Down and Eat Eat是E字頭的,所以有4個聲號 聲什麼音呢? 聲音 FCGD 你找出FCGD 然後給它一個聲號 那就完成了 我們又試試寫出B major scale 順次序地寫出8個英文字幕 由B開始 B major scale有多少個聲號呢? Go Down and Eat Bread 我們數了5個字 我們就記得B major scale有5個聲號 聲音什麼呢? 就是FCGDA 我們找出FCGDA 加一些聲號給它們 很快我們又寫完了 你可以看看跟剛才找出來的答案是否一樣 最後F short major 最後F short major 我們又很快地由F開始 寫了8個英文字幕 F short major有多少個聲號呢? Go Down and Eat Breakfast 第六個字 有6個聲號 聲什麼音呢? 就是FCGDAE 我們現在就在這些音上加聲號 第一個就是F short 所以最後這裡也有一個F short要加的 C G D A E 那就完成了 你看看答案是否跟剛才寫出來的音樂一樣 我們剛才說過 我們有13個音階要學 C major 我們已經學了7個 還有6個我們要學的 然後我們就要寫出F major B flat major E flat major E flat major A flat major D flat major 和G flat major 我一樣會寫前面三個 後面三個稍後就會交給你試一下寫 好 我們開始第一個F major 我們由F音開始 順次再寫8個英文字母 然後檢查一下他們全音半音的關係 對不對 FG 全音 正確 GA 是全音 AB 咦不是半音 我們就把B音降低半音 變成B flat 現在是AB flat 就是半音 B flat C 全音 CD D 全音 全音 E F 換音 我們彈出來聽聽聽 你就有一個正確的F大調音階 接著是B flat major scale 我們順次再由B開始 寫8個英文字母 因為這個是B flat major 第一個音和最後一個B flat 我們都要先加一個降號 然後檢查一下全音半音關係 B flat C 全音 CD 全音 DE 我們想要一個半音 但DE是全音 我們就用E flat E flat F 全音 F G 全音 G A 全音 AB 半音 我們試試彈出來聽聽 你就有一個正確的B flat major scale 最後我會示範到E flat major scale 我們由E開始寫8個英文字母 因為這個是E flat major 我們先加了B 在第一個E音和最後一個E音 然後檢查全音半音關係 E flat F 全音 F G 全音 G A G A A是全音 但我們想要一個半音在這個位置 所以我們用A flat 就是半音 A flat B A flat B A flat B不是全音 我們想把它變成全音 就要用B flat 現在A flat B flat就是一個全音的關係 B flat C 是全音 CD D 是全音 D Eb 是半音 我們試試彈出來聽聽 你就有一個正確的E flat major scale 現在剩下的三個 major scale 就交給你自己試試寫 你可以檢查一下你寫出來的答案是否跟我一樣 你可能都已經發現了我這裡排列出來的major scale 有一個特別的關係 F major有一個降號是降B音的 B flat major有兩個降號是BE E flat major有三個降號是BEA A flat major有四個降號是BEAD D flat major有五個降號是BEADG G flat major有六個降號是BEADG 我們會像剛才一樣用一個口訣 去記住這六個major scale 他們是降了幾多個音的 F major有一個降號 B flat major有兩個降號 E flat major有三個降號 就是Fat boy eat all day 一個肥仔整天吃東西 你再另外記住 最後有一個六個降號的G flat major 我們記得這些major scale降多少個音之外 還要記得他們降哪幾個音 我們不需要再記新的口訣 我們用回剛才記得的FC G D A E B 只不過今次我們由右邊數到左邊 你就會記得需要降什麼音 降好的時候就由右邊數到左邊 升好的時候就由左邊升到右邊 我們總結一下我們學了的三個口訣 第一個go down and eat breakfast 用來幫我們記住一些用升好的大調音階 他們升了幾多個音的 G major就升一個音 D major升兩個音 如此類推 他們升什麼音呢 我們就數F C G D A E B Fat boy eat all day 我們用來數一些用降好的major scale 是降了幾多個音的 F major就降一個音 B flat major就降兩個音 如此類推 他們需要降什麼音呢 就是將這個口訣 調轉來讀 B E A D G C 不過有一樣要小心的 就是要記住 降好的major scale 除了F major之外 其他的major scale 第一個音就已經要降了 例如B flat E flat A flat 等等 而升好的major scale 這個口訣 去到第六個F 是F short major 有什麼情況會不小心搞錯呢 例如你想記得F major有多少個升降好 如果你數Go down and eat breakfast 你就會想錯了 因為F major 是屬於用降好的調 是一個降好的 又例如你想記得A flat major有多少個升降好 如果你背了聲好的口訣 Go down and 以為有三個聲好 你就會錯了 因為A flat major有四個降好的 而A major有三個聲好 這個口訣只是幫助你 你都要自己很清楚怎樣使用它 你剛才已經用檢查全音半音的方法 寫了A flat major D flat major 和G flat major 我現在就示範一下怎樣用 剛才的記憶方法 很快地寫出這三條大調音階 第一個是A flat major 我們首先寫了連續八個英文字母 A B C D E F G A 那A flat major有多少個降號呢 我們數口訣 Fat Boy It All 四個字的 那要降什麼音呢 就是B E A D 我們找出B E A D 加一些降號給它們 你要記得如果第一個音要降 最後一定有一個同樣的音需要降 所以你會發現自己填了五個降號 接著是D flat major 我們由D開始連續寫八個英文字母 D flat major有多少個降號呢 我們背口訣 Fat Boy It All Day 五個降號 降什麼音呢 就是B E A B G 那我就很快地寫出D flat major的音階 那最後一個G flat major scale 我由G開始連續寫八個英文字母 我記得G flat major有六個降號 就是B E A D G C 那我找這些音出來 加一個降號給它們 那我就很快地完成了G flat major音階 那你看看是否跟我們剛才找出來的答案一樣 那你已經學會了用音名寫出13個大調音階 包括沒有聲降號的C大調音階 還有六個用聲號的大調音階 另外還有六個用降號的大調音階 那如果在樂譜上面表示這些大調音階的時候 我們就會用到key signature 就是調號 就是你經常會見到在譜號和時間記號中間有一些聲降號 那這些聲降號怎麼說呢 我就會另外用一個影片去講解 那我們現在開始做網上練習了 那我們又來到這個music theory.net的網站了 那這次我們會做stuff construction下面的scale construction 那我們看一下右上角齒輪的setting那裏有什麼可以選擇 那第一個clef的部分呢 你就可以選擇你想練習的看的譜號 那這次我就只選擇高音譜號和低音譜號 回上一頁 那第三項scale呢 你就只選擇第一個major scale 因為下面那些我們都還沒教的 那第五個key signature呢 你就除了最下面的7個降號和7個聲號不好選之外 其他就全選擇 那第六項cretion mode呢 就選accidentals 那應該差不多了 我們出去做練習了 那下面呢 他這裡會告訴你他想要什麼major的 那上面呢就是答題的部分 那不過第一題他問你cmajor scale cmajor沒有聲降號 所以我們什麼都不需要加的 那我們直接submit答案就對了 Bbma有多少個降號呢 那你數口訣 數到第幾個字是b呢 bboy 那是兩個字的 降兩個音 降什麼音呢 就降be 第一個b就已經幫你降了 那我們找出一個E音 加一個flat 就可以submit答案 Amajor go down and 三個聲號 聲fcg bmajor go down and eat bread 五個聲號 聲fcgda A Abmajor fbboy eat all 四個降號 降B E A D 那記得看譜號 因為有時他會改 轉了譜號 你不小心就會看錯音了 B,E,A,D Fshortmajor 我記得是六個聲好 也就是除了B之外 其他都聲音了就對了 Aflmajor四個降好 B,E,A,D 我們一起做三題 Cmajor不用加聲降好 Ebmajor三個降好降 B,E,A Emajor四個降好 F,C,G,D 今天這個影片就到這裡 記得留意下一個影片 我會介紹調號Key signature 如果你覺得我的影片幫到你 就給一個Like和Subscribe我這個頻道 Bye Bye